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这个礼拜要延续这样子的一个调性 持续到我们这个礼拜 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关注到我们的一些 之前发布的一个讯息 我们要跟大家分享 今天分享的就是食安的问题 那食安跟我们的一个永续议题 也有息息相关之处 那其实我们之前也听过 常常就在讲一个事情 就是说因为我们台湾很厉害 我们制造了很多 我们有很多的食品加工 也很多的农产品 然后可以去供应一个很美味 而且品质又稳定的一个食品 但是也有人提到说 哇你们台湾人都骗人 对不对 太阳饼里面没有太阳 凤梨酥里面没有凤梨 更可怕的是老婆饼里面没有老婆 OK 那当然如果老婆饼里面有老婆的话 那是更可怕的一件事情 但是各位听众朋友也知道 我们基本上吃饭这件事情 几乎是我们台湾人的文化 见面也不见得问你好不好 只问你吃饭 然后呢 而且又说吃饭红地大 如果有人吃饭吵到我们 因为觉得好像这个人还蛮没礼貌的 所以基本上吃从骨到今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呢 特别的邀请两位非常重要的特别来宾 来跟我们谈谈 食品还有食品安全 还有食品安全跟永续发展 又有什么关系 所以呢 首先我想要跟大家介绍 第一位是我们经历食安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的英豪英总经历 英总你好 主持人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接下来第二位呢 是我们国立高雄科技大学 我们水产食品科学系的 我们李一臻副教授 那一臻副教授呢 也是我们研发处 那个国立高雄科技大学 研发处的副研发长 一臻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 以及FB前的朋友大家好 两位都是在那个食品相关 而且甚至在食品安全上面 都可以重重为各位听众朋友 把关的 那等一下呢 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来听 听他们来分享一下 那首先呢 我们是想要先请问一下 我们的易争老师 那是不是可以简单的来介绍一下 我们台湾这个食品产业的产值 大概有多少 我想听众朋友应该是觉得很多 多到多多 可能要麻烦你一下 另外呢 我们也想知道说 到底有哪些形态 如果说我想要投入这样子的一个产品 这个产业的话 我大概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们可以想象的是 可能是屠宰 食品的处理 杀菌 包装 出货 还有没有更多 那这些人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形态工作 人数大概有多少 可不可以请宜珍来帮我们解惑一下 好 那其实我们根据一些经济部的一个资料库 目前其实台湾大概约有大概7000多家的食品工厂 那人数大概 员工数我估计大概有15-6万人的人数 那整个其实食品业 占整体制造业的一个产值比率 比重大概有5%左右 那也是台湾的一个八大制造行业之一 那其实我们也经过一些数据的统计 像COVID-19前的这个2019年 以台湾的食品跟饮料的制造业的一个产值 大概每年新台币大概6300亿元左右 那当然持续的我们就会开始一直上升 那虽然到2021年呢 就是前年的部分 到5月其实也就再度的爆发一些疫情 但是食品行业呢也其实也持续在做增长的这个部分 那特别在食品产业的年产值呢 也增长大概10%左右 那特别像饮料业也是 它也按这个年增大概4% 那我也发现了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在2020年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我们台湾的生鲜啊 或者是食品线上的一个销售金额 其实也快速的一个成长 年成长大概有超过20% 所以显示呢我们就发现说 大家对于这个消费的一个习惯的改变 所以像冷冻食品的需求就会大增 也吸引很多的一个食品大厂 来积极做强劲的动作 那我整个也统计下来 其实以自查业啦 或者是调味品制造业 或者是像膳食菜肴业 以及制糖业 其实这些产业的产值 也一直在做幅度的大增的部分 所以基本上我们台湾 居然有7000多家的公司 在做这样子的一个行业 也有15万人 那一珍你可以再稍微提一下 就是说如果进入到这个行业的话 大概会接触到哪些的工作形态呢 也成如刚刚主持人所提的 其实在我们整个食品业来讲 当然就是从 像最简单从原料 然后制造 或者是运输 像运输现在其实也是我们蛮重大的一个行业 像我们现在冷冻宅配 冷藏宅配 其实也是我们在物流上面 其实蛮重要的一环 那当然最后面还是有像行销的部分 或者是在包装的部分 也都会介入到我们整个食品行业里面的一环 OK 所以基本上除了刚才提到 好像真正我们去制造出这样子的一个食品 或者冷冻也好 或者是生鲜也好 那除了这个以外 它其实它整个的面向 还有产业链 生态链其实是还蛮广的 听起来就是说 圣货我们在运输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冷链 那也需要一些包装 品管等等 圣货在物流上面 之前我们都想象 好像一定要拿到店里卖 现在没有 现在基本上就是 有可能是用宅配的方式等等 这个是真的也是一个 我们没有想象过的一个行业 跟一个形态 那这个各位 如果您是在那个FB的观众朋友 你大概可以看到我们中间这位英总 那个看起来就是有很年轻的 那我想我也很好奇 这个年轻人通常现在我们都想要加入科技业 但是英总你们的公司基本上 它是经历食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看起来是除了食安 除了食品以外 还有安全这一块 而且还加上了科技这样子的一个称号 那我就很好奇说 当时您怎么会想要投入这个产业 那契机是怎么样 可不可以也花一点时间 那圣货也跟我们讲一下说 你现在目前在整个公司上面的一个运作 运营上面 你们是focus在哪一个部分 好 我再简单介绍一下 或许经历食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各位听众可能比较陌生 那我一个比较熟悉 可能听众朋友在开车 或是现在在FB上听 我们公司其实就是做这个巴勒柠檬绿 就是存在这一支可能 我相信这个各位听众可能会比较有感觉 就是大概四五年前 在好诗多 大家喜欢喝的这支产品上 然后延伸出来一支存在的相关的品牌 那就是我们经历食安科技做的 那延伸到主持人提到的 为什么我们公司要投入 这个是一个很好议题 我每天也在思考 到现在还在思考 因为我们公司大概是成立 刚好今年满十年 十年是一个很you key的食品业 在这个刚才 刚才这个郁郁震提到的 我们在食品业里面 里面是一个刚着发芽的一个公司 那十年前投入 真的就是一股热忱 然后以主持人提到的 一科技的角度 就是看中了一个食品科技 十年前就已经有一个 国外的超高压杀菌的技术 那本身我们集团 包括我 本身也不是食品业界的 那我们之前 以我来说 我之前也是做苹果 可是做科技业的苹果 它的logo 一些装饰件 Motoora 手机业 就是跟台湾 我们大概这个年纪 那时候向往的工作 跟科技电子相关的 来做这个学习跟成长 那到了十年前 因为对科技的热爱 发现了这个设备商 在科技的设备商 他已经把这个技术 转化成一个食品上的技术 我相信教授就知道 这个食品技术超高压杀 大概一百年前诞生的 然后慢慢到这十年才能商业化 它是一个食品的尖端科技 那在这个机缘下 就对科技热忱的人 你知道 他就有一个憧憬 那么好的设备不买回来 实在是对不起自己 所以就猛然的就把它买过来 买下来的时候 是真的一个初心 是希望 我们在台湾这边 能够去应用这个技术 到我们真正享有 无添加食品上的这个理念 可是要怎么用 就是这十年走过来 一路都还在学习 还在努力中 就是一个初心 然后就投入到食品业界 然后还在做 这个无添加 跟技术上的应用的努力 了解 因为其实各位听众朋友 应该大概知道 我们吃东西 以前如果怕它会腐败 或怎么样 我们就弄防腐剂 添加物 添加物 当然当时也会叫做什么科技 但是这种添加物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对我们身体都不好 所以基本上我想 英总当时 应该是在做用的苹果 然后用了用了 那个不会腐坏 大家不用担心 用了用的 它就看到了一个 超高压的一个杀菌的一个 科技跟仪器跟设备 那这个东西就跟我们防腐剂不一样 防腐剂基本上就是添加 但是它现在强调 我们现在在做的东西是 超高压的一个杀菌 而不是去做添加的部分 所以听众朋友 基本上就会可以知道说 我们现在开始在吃的上面 大家的讲究 已经不再用传统的那一种杀菌的方式 对不起 不是在用那一种添加的方式 而是用杀菌的方式来做处理 那基本上 其实我们过去也常常听到添加这个东西 什么塑化剂 什么物化剂等等 老实说我们常常都是这样 消费者都是吃好几年 赫兰发现说 这吃一堆了 不知道要怎么 但是也看起来也是说 我们食品业也常常在对于一些多元的挑战 包含原料源的来源 到底稳不稳定 甚至我们之前有提到的那种食安问题 像油的部分 或者是像我们原物料上涨 因为战争而导致的那一些无法进口 甚至像我还记得很清楚 过去我们在日本大地震的时候 现在一直在讲说 我们现在进口的那一些水产品 是不是有核污染 所以我们就一直在面对这样子的挑战 所以不管我们在这一个产业链 像刚才易珍提到的上中下游 我们都承受的相当的经营压力 比如说刚提到的那一种新冠肺炎的一个疫情 那就导致我们受到一些压力 那这些压力 不管这个是冲击需求增加 或者是需求减少 其实都是对我们是压力 不是说增加就OK 所以我就怎么样去考虑到说 我们营运的冲击 强化我们这个永续的韧性 这个就变成好像是当代两位需要面对的一个议题 那我是不是可以依据这一个产业的一个角度 我来请一下英总来举一些国内外的一个产业的一个案例 他们是怎么投入 如果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 他们是怎么度过的 我相信应该也有一些好像很辛苦撑不过来的 但是我想英总先让我们了解一下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题目 来请 这个题目真的有点大 可是事实就是撑得过来 现在我们还可以坐在这边讲话 还在撑 有没有过来不知道 那当然有很多真的就在理念 跟理想还有实际上就产生了一些结果 不管是好的坏的 那其实刚才主持人提到的 就是不外乎是我们现在全球在讲的极端气候也好 因为回到我们公司会投入这个食品业界 其实是一个初心 因为我本身不是学食品的 所以我们董事长常在说的就是 因为看不懂 所以就一个初心就投进去 投进去的时候才发现这个水很深 可是我们那个初心不能变 所以回到吃 主持人刚刚提到我们已经不是在吃 吃饱 需要吃饱的应该 我们要吃好 吃的有效率 有健康 所以早期的食品业界做的这个过程 随着科技的进步 还有我们所谓教育水准的进步 知识水准的进步 我们现在其实发现有很多东西 我们都希望吃到早期更原始的东西 然后会去看它的成分标 开始了解 里面的成分到底我看得懂的是什么 看不懂的 我要不要吃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吃下去到我身体里面的好处跟坏处是什么 所以在这样的状态就回到一个天然 会跟天跟地跟气候做一些连结 所以遇到极端气候也好 或是遇到一些不正常的地球的状态 甚至生物本身它也会在变化 包括植物包括动物 那我们都必须要相信 以我公司来以我来看 都必须用科技的角度 去让这些可能面对的状态 可以做一些演化 或是做一些避免跟进步 那让粮食危机或是造成的浪费 或是一些化学添加的东西 慢慢的淘汰掉我们的生活里面 所以会形成一个生活模式 那刚才想要分享的 其实在国外 我们在投入这个设备技术的时候 大概是2011年就决定了 12年前 那12年前其实我们在国外在看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疫情前 也会喜欢跑来跑去 看到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国外 我记得一个很深的印象 就是美国那么大 他喜欢在各超市的时候 那时候流行什么 我各超市会推动 这个里面这个产品 放在柜台 放在最显眼的地方 这是在地的产物 这一周里面的农产品也好 或是这一周的工厂里面生产的 永远是在那一周里面摆在最前面 那你现在回想来看 台湾这几年我们开始讲的ESG 其实不就是在讲这个 讲的永续 那国外早就在因为可能那时候物流成本 等等相关可能是经济上一些成本的累计 也让消费者觉得无法接受 那他把它转化成 那我干脆就把这些不好的条件我都拿掉了 吃在地 支持在地 那相对的你的东西就会比较天然 那相对的很好的是什么理念 你就帮度到在地 做一个小规模的量讯循环 所以很奇妙的你看这十多年前的事情他们在做 到我们现在经过了全球经过疫情 好像十几年前就在规划做这个事 现在所有东西都变得是小群众客制化 然后这个Z世代的需求化 然后很快速的可以新鲜天然自然的东西呈现在这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必须人的进步跟环境上的一些变先 大家的智慧长出来 然后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规划 那回到最后我要补充的就是这个ESG在讲的 这是消费面 消费面其实各位消费者来看的都是我们以环境为重 然后最后我们在消费的同时可以帮到社会 然后最后达到治理 可是以企业面 今天还是有企业面 我希望各位消费者以另外一个角度 ESG以公司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他要做一个成功 他一定要做GSE 他是反过来做的 以企业面 公司要先有治理 包括食品安全 它是一个治理的方式 然后治理的公司 公司可以在一群人有同样的理念 能够营运下去 治理好 有标准化之后才能回归到社会责任 然后之后有社会责任 公司用盈利 你就可以回到环境保护 所以这个鸡生蛋 蛋生鸡 其实讲的都是永续 不止人的永续 生活永续 食材的永续 对 所以基本上我想 刚才英总有提到很多次 这个初心 不是说那个细心初心 是说一开始他们重新出发 在他们看到的东西里面 就是希望食物零添加 对 无添加 无添加的情况之下 基本上就是希望捍卫 各位听众朋友 或者是我们这些 基本消费者的一个 食品安全的一个想法 包括自己 对 包括自己 其实我听说很多做食品的 也是因为自己在本身上面 看到了一些食品上面的 一个添加的忧虑 所以他就 生活在养殖上面 他们就开始在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他们就开始投入这一块 那的确我们英总也提到这一点 就是说公司看到这一块之后 也毅然决然把这个庞大的那一种 超高压杀菌的一个机器 然后就把他引进到台湾 当时或许也根本观念也不多 也没有那么多人有 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 在公司制里面上面的G 就出现了 那当然了 也幸好有这样子的一个投入 然后最后也有一点成功的地方 所以导致我们社会大众 就可以在有这样子的机会 去有因为这样子的公司的一个初心 然后接下来有这样子的受益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 就是跟世界相有这个技术一样结果 然后我们也基本上有社会 因为公司的社会责任而导入 那最后影响到我们这个环境 那其实这个问题 我就很想再另外问一下 我们的一贞老师 你七少年八少年 在做食品 以前老师说绝大部分的人 当然我知道英总是理工出身 所以他看到那个机器 他心里面有一个 却越越欲试的一个想法 艺貞我们以前在做食品 我们老一辈的人都说 你就是去学习啊 对不对 插菜啊 怎么这么年轻就想要来做一些 食品相关的事情啊 这个我想你也可以稍微来跟我们讲 因为以前我们都一直认为食品好像 都没什么 对不起啊 这个我可能讲了有点不好意思 是不是有点那种 没什么好像理论科根据啊 或者是那个学理上面的东西 你要不要趁这个机会 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了解一下 其实食品这个东西 其实也很科学 到底你的研究上面 是在做哪一个部分的 让我们掌掌这个知识好不好 好 也谢谢主持人 前面帮我铺陈在食品这一块 其实食品也沉入 刚刚主持人讲的 大家想到的就是 就煮菜嘛 其实不是 就因为我们自己的科系 其实虽然前面加了水产两个字 但是我们还是以食品科学为主 那何谓食品科学 其实我本身的专产 也是在做食品安全这个部分 然后包含像食品检验分析这一块 所以说实在来 我也是比较在后端的检验这一块做把关 但是其实任教教职之后 其实也在回想说 其实我们如果只有把关后面 就会环环相扣 就会遇到一个状况 就是刚刚主持人前面也提到一些引言 就是食安的问题 我们到底怎么去解决 所以反过来 我现在其实在着重的这些重点 其实在前端 我会先用一些吸引加工技术 那其实我使用的这个设备 也是跟英总他们所使用的设备一样 就是超高压的这个技术 其实来应用在我们水产品里面 那还是为了要把关说 这些水产品可不可以在平常 我们可能想要及时吃 或者是做一些调理包的时候 可以让它更维持 无添加或者是展延 这个价售期的这个概念 这个是我自己一直以来觉得 对产品的开发上面的一个主政 所以在这个食品安全这一块 其实我也是蛮把关的 所以基本上 我想一臻老师做的这件事情 也是把一些科学科技的方式 导入到我们的食品检验 也有把食品 就是说怎么做灭菌杀菌 那其实您这样一讲 我大概就稍微有回复一下记忆了 以前我们在学那个辐射的时候 以前那个在 大家都会认为说 辐射好像要嘛就是做发电 甚至核武 或者是说拿来做一些 比如说医疗上面的一个治疗 其实辐射也可以来拿来做杀菌 也可以来做装填 比如说我们罐头装填 去测说有没有装填成功等等 所以基本上我想这个科技越来越进步之外 其实重点还是在越来越无害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也谢谢一臻给我们讲这一些 那我们现在看来 就是说未来我们这个政府 一定会针对这个气候变迁 对饮食的影响 做出相当的规范 所以基本上如果说我们这个外销需求到欧美的业者 就会更加提前注意说 我们这个欧盟即将要实施一个碳边境的一个调整机制 那这个听起来就很不舒服了 为什么 因为他将要实行碳税 而且2026年就要实施 更不好的消息是说 美国好像在2024年也要开始征收这个碳税 那一般现在我们不叫碳税 我们叫碳费 但是一样就是要付钱 那在这一块 基本上跟温室效应 或者是我们的一些现在的气候变迁 脱不了关系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想要请两位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就是说我们台湾的食品产业在兼顾我们食品安全跟生产价值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也遭受到同样的挑战 或者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更加的 比如说增加我们的产值 或者是增加我们的那个效益 或者是提高我们的这个水平 或者是怎么样 才能够度过这一关 否则的话 我现在能理解我们以前都是薄利多销 尽量的去努力多做一些 但是好像现在的世界的一个趋势好像就不是这样 那我们是不是请那个英总先就那个产业面的部分来让我们了解一下 OK 这一个碳税 刚才主任提到的 其实从早期就一直都有所谓各国去定立所谓贸易税法 关税 这个都是贸易壁垒的一环 那当然美其名是跟环境保护有关 那谁先定 欧盟先定了 美国现在在做草案 然后全世界就会更进 这跟我早期在做那个手上拿的Apple的时候一样 我早期在做大概是2000年的时候 2000年的时候那时候电子商品刚好在爆发中 爆发中就延伸到大家 哇我都要手机我都要电子商品 可是忘了几年之后忘了说 哇这些电子垃圾要怎么处理 对 所以那时候就公布了一个所谓WEEE 还是另外一个Rose 就是无毒 就是把电子商品有垃圾之外 我要把它电子垃圾回收 那回收的同时我不能回收有毒物质 所以要厂商各供应链去精进到 我要把一些有害物质拿掉 拿掉之后我再回收再利用 让电子垃圾可以重复的使用 减少对环境的伤害 那其实我觉得 一样的逻辑用在食品 应该也会类似这样子的方式去发生 因为全世界我现在感觉比较好奇的 也比较奇怪也比较难做的就是 食品法在各国不一样 有落差 对很大的落差 光保存温度就是一个落差 光添加物光制成都是落差 像台湾这边来讲 因我们经过多次的食品事件之后 你看我们一直在修法一直在精进 精进到现在只要有添加你就是要标示 哪怕只是百分之多少 你都要照实表示不然就违法 可是这早期没有 所以很多早期的食品厂 其实他对这个食品厂应用 他内部里面产生很大的矛盾 包括我相信食品的专家也是 之前都不用 那为什么不用产生矛盾 因为现在有很多国家 添加物在里面 低到一定量的时候 他也不用表示 所以在这上面整合就觉得很奇妙了 所以台湾有台湾它的规定 日本有日本的规定 在标示法上面 在添加物上面就不一样 那你在外销上面就会形成 很奇怪 你要不要讲 要不要去符合法 这也是我们公司 为什么我一直在 在无添加上面一直努力 我整个团队 一直在跟台湾在地的农民 渔民 农营畜牧做结合 就是一样是种 或种植蔬菜或是种水果的 每个人的种的方式不一样 不太一样 他有加什么你也不知道 所以你必须要很深入的去 有长期的伙伴 变成一个好朋友 变成一个封闭的供应链 这样子才是互信互助的状态 那何况 台湾我们都遇到这样的 何况我们在国外买一些原料回来 哇你连农民是谁都不知道 那个掌握度更低 对那你又知道说 他们那边的农药 或是他们那边食品的添加物的法规 跟你不一样 所以进来的时候 报关单那张写的是真的假的 他可能造他的是真的啊 他因为他不用写啊 在他的国家法 可是在台湾的时候他没有写 没有写可是这个东西在台湾贩售的时候 他确实也有添加物 那跟我台湾自己在做的添加物 一个要标一个不要标 这就很大的差异 那真正你都是吃到肚子就没有差异 那到底对你的人体的这个伤害是什么 对所以这个也形成说 其实在吴添加上面回到主持人提到的这个题目 我个人的意见来看 以食品产业做国际外销遇到这个碳税的部分 我觉得是很难去克服 很难去克服 对很难去克服 因为随着整个全世界的趋势就是消费者抬头 然后所有食品跟科技都尽量做到无添加 在地化采购 回到我说的嘛 我刚才十几年前在美国就是推在地的东西 对 所以好的东西其实在现在的社会大部分都是内销就结束了 对 那外销不是说不行 外销就变得 今天欧盟他已经也是推在地内销的东西 我自己国家OK 那我们会买欧盟的东西 或是欧盟会买我们国家的东西 一定是他那边有差异化买不到的 或是那边就是比较贵的 制造成本或是种植成本养殖成本就是比较贵 所以有这种差异化的东西才会产生商业贸易行为 那这种商品定位出来的时候 当然要去看他的要求的碳足迹碳税 他从制造然后到生产到成品到运输到当地这些状态 那我觉得差异化大的东西就像我举例好了 就像台积电 台积电说实在的是台湾用电大户 对不对 那用电量大的最大的公司在环保上面 在所谓的摊足迹上面 他做这个chips是不是就要耗很大 他不是一个很环保的商品嘛 你自成来看他用电量那么大 可是不是这样子看商品的嘛 我们是看今天这个chips出来之后 他用在所有科技商品 用到你的家电上面 他带来多少省了生活上的方便跟生活上的效能的这些应用 所以虽然制造这个是有的 可是在社会上实际使用的时候 他带来了其他东西 一加一减结束之后 其实他就变得一个 其实是好的科技商品 反而对ESG是好的 对大家做ESG是好的 所以我觉得食品这个问题的话 可能就是要找到真的有差异化 然后确实这个东西在欧盟也好 在其他国家 他们自己在做这个东西的碳足迹 或是他造成社会成本是比较高的 那我们台湾去做是比较好 对这样子就有一个很好的对价关系 所以基本上如果说在食品业 我们在看那个碳碎或是碳牌的话 真正说要把它消弭这个问题 其实是有困难的啦 听起来是这样 那基本上我想英总这边还是很鼓励 或者是强调大家 尽量我们在地食材在地使用 所以基本上我们台湾所产生的东西 基本上我们在地来做消费 那另外就是说 如果真的想吃吃不到的 各位也是有这种东西 那这种东西基本上 就是我们出口去给其他国家 或其他国家进来进口的部分 那原则上这个部分在碳的部分 可能价格搞不好这个进口的状况 可能就会因为碳的一个费用收取会增加 但是对方因为愿意消费 他也会愿意接受 那我想这个观念 这个也是很宝贵 那义珍我想就我们的研究上面 您这边有没有什么补充的地方呢 我是刚好因为英总刚刚提的 我想到一个案例 其实是摩斯汉堡的案例 其实他是从环境保护 或者是说食材的选用 一直到员工的福利 其实他们永续也投入了很多的一个面向多元化的部分 那我举这个例子是因为我才看他们的那个 那个报告书的时候 我就发现他们在那个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也表示说 他们蛮支持这个蛋鸡社会 蛋鸡的一个动物福利 或者是说他们使用这种飞龙的一个饲养机 然后生蛋的这个部分 同时也蛮特别就是他们也提那个二度级弱势就业的一个机会 来打造一些中高龄友善的一个工作环境 所以他们像2019年 他们大概就有超过50岁二度就业的人数 就占整个员工数大概12%左右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永续的一个展现 那我也发现说 其实在饮食产业范围其实非常广泛的 那所以我觉得也像英总刚刚提的 不是所有人都会做或是所有人都不做 我觉得如果你只靠这些大企业 或者是被规范需要撰写这种永续报告书的业者 来推动这个永续的方式的话 其实你会变得很局限 那我觉得说既然资源虽然是有限的 但是我们如果集中资源找出对的公司最重要 那最迫切也是要面对这个议题的一个着手的部分 是是我想这个哇这个真的长知识啊 淡机有福利啊 这个基本上不是说淡农哦 是淡机哦 所以基本上我想大家各位可能可以思考一下 几个月前我们没有淡的时候 那个时候基本基本上大家也是头盖毛在乡 那所以基本上我想这个非常新的观念 真的还蛮有助于说我们食品科技业者 或者是食品科技学者 能够继续的去不断的引进这种新的观念 跟资讯来给我们啊 那刚才提到摩斯汉堡 我们也知道说它是一个国际在地化 跟在地国际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范 所以基本上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台湾也可以多做学习 特别我们在农产品或者是我们在食品业 这么发达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真的可以好好来努力一下 我这边补充一下 其实刚才呼应你真讲的 这几年我的感觉啦 我自己也是消费者啦 虽然有在经营一家公司跟理念 可是以消费者的角度 我觉得一直缺的 我一直在自己在问自己 为什么我那么晚投入食品业界 那我在食品业界里面 我还可以那么有兴趣 跟每天都在学新的东西 原来那么广大 然后这些东西吃 回到我自己自责的时候 吃这种东西每天在吃 一天要吃三餐 对 每天吃 吃的状态 我对它的知识那么 那么弱 从来也没有人教过我们 然后到我都已经 三四十岁才开始了解 原来这是添加物 这是什么东西 然后吃多的 对你有什么样的状态 然后你吃蔬菜水果啊 什么样 里面什么营养价值最好 然后才开始看里面的成分标 才开始看产品里面的营养标 结果 我们每天都需要 在吃的那个原因 根本原因 我们根本没有花时间去做 都是专业的食品业者 或是食品学者他们才知道的东西 可是我们自己是消费者 所以我回到我要补充的 我的感觉啦 包括我们现在存在的客群 就是选择我们公司商品这些消费者支持的人 其实他不是真的什么收入很好的人 而是他愿意去花心思 对自己吃的东西负责 他爱自己 所以回到我觉得一切的 如果今天讲食品 要讲科技或是永续 回到教育啦 食农的教育 这上面我觉得是最基本的 可是教育需要时间 真的需要时间 需要时间 才能去累积堆沙城塔 然后最后其实整个社会环境就会改变 我们说实在 那个消费者的教育的力量 才会带动整个食品科技 或是任何科技业 去往那边消费者需求提出来去做 包括通路的改善 我就讲简单的 一个果汁 我之前也在喝果汁 可是从来没想过 柳丁汁里面百分之百 现在市售几乎都是浓缩还原 然后再想深一点 浓缩还原 其实你在消费同时 只是把垃圾丢在台湾 因为你把这个柳丁汁 是来自于其他的巴西也好 大陆也好 其他的地方 你在消费他们的东西 然后最后 你觉得是一个新鲜的东西 那台湾也有柳丁啊 对 对不对 那为什么我们不去转化这个力量去 用台湾的柳丁 对就是跟农民 你在消费同时 能够做到我们讲的永续 能够帮到我们自己的状态 可是消费者你喝的时候 其实就会更新鲜 更有营养价值 没错 没错 我想各位听众朋友 可能也有所感 以前 你如果吃猪肉 或者是吃那个牛肉 吃其他肉 你可能也不知道它的来源 最近因为我们开始在炒 那个莱克多巴胺 然后等等那些添加 那个养殖的时候给的那些 应该是说药物 所以大家就开始care这个东西 那在这种过程里面 大家就会去care它的原产地 会care它的成分 然后也听到一个说 什么零减粗 或者是无减粗 那个好像不太一样的东西 那刚才英总也跟我们提到 就是说 各位大家要好好的学习 我们在吃东西 自己去为自己负责跟把关 因为真正吃到你的嘴巴里面 肚子里面的都是自己本身的 要对自己负责 我们以前习惯是这样 吃进去 没有拉肚子好像没事了 肚子不疼 这样OK 但是其实日积月累以下 在我们身体里面累积的东西 所以我想 英总也带给我们一个 非常好的观念 各位 如果未来你们去买东西 买食品 然后看到的那一个 那个食标 真的要学习去看一下 整份不要真的翻过来看一下 至少你知道说 这些东西 像我也会吃麦当劳 我也喜欢喝可口可乐 像巴菲特也喜欢喝可乐 可是你自己在选择 知道说你的控制点 那个量 对中庸 每个状态都是安全的 都是这样 可是你自己的身体 什么适合你 什么东西是对你 真的身体比较好的 你就可以多摄取一点 所以以前我们也有一个观念 好像果汁都是好的 因为它是水果 吃水果不错 结果谁都知道说 近年来才发现说 原来我们那个果汁里面 果汁含量还不多 才不多 好 那接下来 我想这一个部分 有一个 我们现在的永续生活 常常有三个议题在谈 第一个是文化资产 再来就是水资源 水资源我们也即将 有一集的节目要来谈 再来就是食物 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三个议题 那我们很想跟两位再聊一下 就是说台湾人 吃这个东西很注重 老实说要交朋友 走来来吃个饭 但是问题来了 除了吃饭以外 大家会希望有满满的幸福感的话 都会去吃什么 吃到饱 然后去满满的食材 满满的幸福感 然后吃到很饱很饱 甚至拿了吃不完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是不是我们有什么样的想法跟观念 可能慢慢要去做转化 因为常常吃到饱 好像对自己的健康状况 也不见得掌握得很好 但是那个吃到饱业者不要骂我 我只是觉得说 我们是不是有用健康吃到饱的方式 我们来也请教两位专家 来看看说这个部分 或者是说在地小农 或者是在地食材 要怎么样去多多的推广 那是不是请一真先给我们一些分享 我就这个议题 我个人是针对在像其实整个食品产业链 所以上街像农序与木业的部分 那下街到制造业 然后到市场 那我觉得从原料的一个资源 或者是在做研发的生产 或者是说做供销的部分 甚至于是有没有可能有重复利用 或是再回收这个议题 其实我觉得整个食品产业的价值链是连通的 那我们为了要深化 或者是精进这些禁灵永续 或者是数位像智慧化的部分 其实都是现在我觉得蛮重要的 一些转型发展跟效益 那我个人觉得针对刚刚我所提到的 原物料的这个资源 因为我刚好自己做的研究 有在做废弃物的在利用 所以我觉得减少这些原物料的资源使用 或者是说我觉得在加工制造的过程 有一些下角料 或者是剩余的这些物料 有没有可能再还原再利用 那像我觉得可以分两个面向来讲 第一个是如果今天这个下角料 我想要再利用 我可能分成说它是不是有营养成分在的 那如果有营养成分在 它到底是这个剩余的东西是有营养 还是说它里面是有一些必须安全 让我们可以再另外去做摄取的 所以我们可以可能比如把它做成像一些 饲料的蛋白质的来源的添加 或者是说如果它可能有一些蛋白质 但是营养价值可能不是那么多的 比如说像一些鸡子皮啊果皮这种东西 那我们可以把它用在像土壤的改良剂 生物塑料或者是像早期的生产 这个也是蛮多人在做的 那最后一个面向当然就是 如果它蛋白质含量很高 可是它产量很少的 那这个可能如果要直接来做 可能就是无力可吐的部分 我们可能就把它做成像浓缩 存化的动作 然后做一些在饲料的添加上面 那另外一个面向可能就是在于一些 现在可能看到很多的一些保健品 或化妆品 其实它们都有一些潜在的价值 比如举例来讲 我曾经做过研究是鱿鱼 那鱿鱼皮啊或者是鱿鱼 它其实有很多的副产物 比如说鱿鱼皮墨鱼朗这种东西 其实这个下降到大概有25% 那它其实也丰富了很多的像蛋白质啊 或者是牛黄酸啊 或者是黑色素 或者是一些软骨素等等 那我们把它反归回来 做成在一些医药保健品跟化妆品 我觉得这个也是在实践 我们的永续生活上面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 所以其实基本上可再利用的 其实不少 所以这个真的有赖我们这些食品 业者或者是学者 来帮我们研究 不然也不知道这种东西可以吃啊 那银总要不要也跟我们讲两句 这一部分 有没有再更新的观念 可以提供给我们这些听众朋友 我的概念我要分享的是 第一个主持人不用怕那个吃到饱业者 其实因为业者他开这个 其实我觉得主导权还是消费者 是是 因为你到吃到饱餐厅去他的心态 今天我也会去吃到饱餐厅 比如公司聚会啊 或是什么小朋友啊 家里啊需要去这样的餐厅 可是吃到饱餐厅你去选择嘛 它食材那么多 你一样的价钱 可是每个人饱的程度不一样 就是你自我自律的控制 那以健康来看 当然吃到个七八分饱是最好的啦 你不要吃到过饱 过饱其实我们也经历过 大概就是做学生时代啦 对吧 学生时代就是年轻嘛 反正我就是怎么样 我吃到饱 我大家拼 你吃我吃的比你更多 我吃的很划算 可是到了有一定年纪的时候 其实这个观念就过去了 所以这个产业永远会存在 可是否不同的需求 就是消费者你自己要去控制自己选择 消费者要有自觉啦 对回到我说的要有食品的知识啊 你在乎你选择的东西 是 像我最近比较喜欢去的是 日本这个连锁的有一家火锅店啦 不好说广告啦 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回到这样子状态 其实都是我希望能够做到 是消费者能够选择要的东西 然后制造商去制造消费者要的东西 所以最终我们的结论就是 消费者要有自觉 然后再来就是说 我们的物料怎么样再利用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东西 我们非常感谢 我们今天有两位特别来宾 特别帮我们剖析的这些食材 或者是食安的问题 那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先进行到这里 那我们下个礼拜二 恢复节目的原播出时间 我们从五点半开始 那我们也再一次欢迎 下个礼拜我们听众朋友 继续收听前三的 科技的未来的南方科技城 南方科技城节目 由高雄广播电台 与国立高雄科技大学合作直播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